罗东正公所号召社区一起加入创意工方 让社区军民凝结共事发挥巧思 动手制作易税节花车 这是正公所多年来坚持散播艺术碎花的理念 那我们希望罗东正全部动起来 我们有23个离20个社区全部动起来 我们的花车大偶还有老中青都可以参加 我们希望这个易税节带动了地方的繁荣与进步 希望借着艺术带动了这个地方 让罗东正虽然是台湾全省面积最小的城镇 但是所表现出来的在文化艺术 还有艺术是根文化是根 所以我们把这个根带动起来 让罗东正让全世界让台湾全省的人 都知道罗东正有一个易税节 所以我们带动经济带动繁荣 市农工商的发展这是我们呢 对易税节的这个期望期盼 我们也跟商家策略联盟 那我们的工坊里面呢 我们有花车大偶还有人偶 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呢 在那边练舞 还有我们的社区 还有我们的里长的森巴鼓队 每一年呢都是有不一样的元素 希望创新求变 让这个易税节呢能够劳劳滚滚 罗东因林木极散产业而繁荣 今年的创意工坊里不少社区仍然以木头来制作 像是水车和大型木偶等造型 此外也邀请艺术家带领罗东地区的社区工作者 以手作方式 创作出属于自己社区故事元素的艺术作品 它们的花车为环保爱与层 新型社区今天的主轴是海洋蓝鸡 以及更新奇的环保艺术 水秀台运用变成保特名制作了大型的蓝鸡 奖励易易税节奔向一起赴社区好生活的理念 经过连日来的努力 在最后的装饰打点下 终于完成自己社区主题的花车 我们今年参与易税节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花车 然后都是由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辈 来去协助艺术老师制作这个花车 那包含就是还有我们的林东玛理事长 那几乎是这几天全部都是 在艺术工坊里面参与坐镇这样子 有些社区以生肖为题材 有些取自市区餐厅的山珍海味 在大家集思广义下 集结了60支队伍要参与今年的采接活动 提供创作空间让社区居民集体参与制作 最后以花车的形式 呈现给各地来的游客和在地相亲 看见易税节深耕罗东社区居民的文化 已经开花结果